高雄有一名新婚男子跑到了超商偷保险套 被电影员发现报警 男子被带回警局做笔录的时候 竟然还跟警方分享使用保险套的心得 甚至还叫警察说你应该要买哪一款比较好 这让警方呼啸不得 男子走进超商直奔情趣专区 只见他认真地挑选保险套 确定私下无人后 竟然拿了两组保险套塞进包包 原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全被监视机拍下 男子变称最近刚新婚 但身上钱袋不够 才会偷保险套避孕 事后警方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做笔录 男子却大方地跟远警分享使用心得 甚至当起老师 交警员如何挑选保险套 让警方哭笑不得 共有窃取了两组 其中一组的话算是没有那么好用 男子偷拿377元的保险套 过程切到罪 事后警方调侃男子 希望他在享受情趣之余 也不能贪小便宜